发黑的脚趾肿胀的左脚 一是叶天昊先观察 接着进一步询问 因为糖尿病 让叶淑英的伤口不容易痊愈 这条腿十多年来反反复复出状况 大约半年前 关怀叶淑英的资亦志工发现 她的病情不能再拖 仁医会协助处理 让最糟糕的节肢状况没有发生 我都跟我的孩子说 哇 叶淑和人态态 那人家在那边 竹皮这样显然 都这样用鱼的不在座 都这样鱼的大纹 自己用纹 整宝都自己用虚 我说真的 有狗伟大 面对这个伤口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没一定是要让 患者他角度比较 就是他比较舒服的角度 那他如果不方便 我们就要自己 要配合他的角度 角度不同 那个世界就不一样 你就看不到那个 那个比较下面的伤口 主动弯下腰 或者蹲低姿态 就是为了要提供患者 最好的治疗 而叶淑英回到家 他的女儿每两天固定 替妈妈清洁脚步伤口 因为有慈禧志工16年来 不间断的陪伴 让叶淑英走出上腹的阴霾 还持续的反馈 志工和原本被关怀的人 爱不断循环 彼此都成了别人生命中 向善的贵人 大家新闻 真上美志工 王明星胡春林蔡明辉 高雄报道